霹雳小组强力攻坚进行搜索 刑事局接获勤之 在大台北地区有黑帮分子成立虚拟货币门市 涉嫌假投资真诈骗洗钱 因此组成专业小组调查发现 这个犯罪集团以贩售虚拟货币为皇子 配合诈骗集团成立实体门市 被害人依诈骗集团假扮的头顾老师指示 前往虚拟货币除此卡销售门市换币 透过实体门市让被害人降低戒心 门市人员还会要求被害人填写遭诈骗免责声明书 企图逃避法律责任 被害人先被骗加入假投资线上群组 并有假投顾老师长期培养信任关系 进而引诱被害人投资虚拟货币 并指示前往特定虚拟货币出紫卡销售门市换币 被害人误认有实体门市 故而降低戒心 假币商则配合杂七集团 再多处成立实体门市 搜索被害人账款 并让被害人填写遭诈骗免责声明书 企图卸责 门市人员则带操作 将虚拟货币转至假交易所 制造金流断点及规避法律责任 专案小组分别在台北新北地区 逮捕孙姓祖贤及成员等实人导案 并查获除紫卡千余张 现金29万多元 KTAMIN 开山刀及囚棒等张证物 初步统计有100多人遭诈骗 财损金额与新台币2亿元 警方也特别分析 未造虚拟货币出资卡系统的三项特点 提醒民众注意 第一 假交易所钱包无法透过公开账本查询交易记录 二 系统商有权更动被害人手中之虚拟货币位置 三 系统商能随意移转虚拟货币出资卡之节纯额度 警方强调 诈骗集团多以退休老年族群为目标 透过培养新人关系及投资话术 诈骗被害人退休金 呼吁民众对于所谓短期获取暴利的说法 一定要多方求证 选择合法的投资工具 以防止受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